刚刚同学问的一个还不错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 像那个删除空白列 删除空白列我们是63到3 那如果这个数字 假如说你要用追踪的话 那这怎么追踪啊 其实我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说 第一个那底下这个说明 说明的范围这个是多余的把它删掉了 那如果说呢我们今天 希望能够做这个追踪 也就是说呢 我想要知道说 比如说我刚刚这边好了 插入空白列 插入空白列之后的话 这个已经做出来 可是问题如果想要知道说 它的最下面一列在哪里的话 以前我们是用Ctrl向下 可是因为这个中间是有空白列 如果你Ctrl向下 它是 没有办法 让你追踪到你的最下 也就是说如果中间有空白列 是不行的 当然你不可能说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它都抓不到 所以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我 不要从上面往下追踪 我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呢 我可以从我目前的最下面一个储存格 这个叫做 这个应该什么 A6536 向上追踪 那前面我们是向下追踪嘛 那你在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 Ctrl向上嘛 那Ctrl向上不就是 会停在哪一个 停在 62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删除的话 应该是把 我目前的日期下方的这个空白列先删掉 所以是应该是62加1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数字 可是我要怎么样可以 向上追踪 那第1个你要先把刚刚那个 多余的说明的那些范围删除 第1个 第2的话呢 向上追踪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删除嘛 那我可以在 这个Sub的下方 多增加一个R的变数好了 R等于什么呢 R等于Range OK 如果你要向上追踪的话 其实概念跟那个之前那个还蛮像的 跟他讲说 我要从A 之前是A1嘛 现在是65536 向上追踪的话呢 之前是点END嘛 向上追踪是 前刮幅 这边有个 XL DOWN 向下追踪 但是我现在是从这个储存格向上追踪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XLUP 然后呢 点什么 一样点落 也就是说呢 我从65536这个储存格向上追踪到了 自哪一个储存格啊 那你Ctrl向上 你会发现62 那我们其实是要63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62的这个数字 加1 然后呢 再把这个63 换成R就可以了 或者你不要R啦 你可以把这一串 直接放到R的位置也可以啦 只是说 像 因为 这个叙述蛮长的 一般还是建议多一个变数好了 OK 那先把 这个63的值得到了 然后再 丢到这边来 那就63到3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按F8好了 租航来跑 你会发现R现在等于多少 63没错 63到3 这样不就OK了 所以其实 全部执行 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说一定要知道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OK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也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不是说可以从 从上面往下追踪 其实也可以从下面往上追踪 我只要先知道我最下面一列的那个 储存格 是哪一个 我向上追踪 一样可以得到我要的结果 这个也是一招啦 好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另外的属性 另外一个物件 叫做 UseRange 不过好像 UseRange 其实也不见得好用 用这一招好像相对的比较简单 OK 好 那这应该有 应该有回答到同学的问题 那如果有问题可以再提出来 这第1个 那第2个的话呢 同学有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那个Word 比如说 假如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范例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把那个Word里面的一个表格 像 所以你们也许你们练习的话可以这样 可以开一个空白的一个表格 表格我这边是插入 一个表格 就 2乘2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2乘2的一个表格 里面有个输入1234 假如我今天的需求很简单 我希望把这个1234里面的资料 直接就帮我放到UseRange里面的话 那 该 怎么做 OK 那首先的话呢 我就先把这个档案先存档 储存 那档案就存在 第一点底下 叫test.docx 把它关起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我在旁边新增 就是存一个 档案 我就把它放一起 这样比较好找 OK 然后呢 名称的话叫 Word to Excel OK 这个Word to Excel 其实 就Excel的档案 那目前里面是空的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刚刚的 那个Word的档 直接读 就1234 1234读过来的话 那当然我这边先demo一下 其实程式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这个程式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从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也可以找到 我是把它放在 你们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这个也一样是日期时间里面 的这个往下找一下 我忘记 我是把它在这里 补充 Word to Excel 在这边的第21页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程式基本上结构很简单 大概说明一下 最重要的话呢 不外乎就是 把 这个 Word打开 然后呢 再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把它里面的资料读到这边来 并且把它关掉 把它关闭 OK 大概 基本上就是几个钟 那我竹簧跑给各位看一下 按F8好了 首先的话呢 稍微一边执行一边解释 如果你将来要把Word 里面的资料 读到Excel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一定要 记得一个 一个方法叫CreateObject 这个CreateObject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 把外部的程式 当成一个物件 那物件的名称 物件的名称 叫刚好是Word.application 这个其实在 这个微软的官网上面都查得到 如果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物件的话 这边有个关键字 叫做Set 后面就是物件名称 这个名称自己取啦 比如说我把它取名称叫WRD 假设简称 也就是说 我就产生了一个 Word的一个物件 叫WRD 产生了 第二个的话呢 下面这个 Word.visible 等于True 这一行 不执行也没关系啦 主要为什么要执行 因为我要让你看得到 按执行 你会发现 它就被叫起来 里面是空的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行 基本上就是 把那个Word当成一个物件 在你的记忆体里面 OK 那再来的话 我就可以透过这个物件 叫WRD 点Documents 什么叫Documents 其实在Word里面 他的所有的文件 一页一页的文件 就是Documents 所以他的物件名称 就固定是Documents 里面有个方法叫 点Open 那你就跟他讲说 你问我Open的路径在哪里 就是跟我的Excel 一样的路径 所以有个固定的用法 Listworkbook 就是这个工作簿 点Path 点Path就是在同样一个路径底下 会有一个 Word档 叫做Test.Doc 所以你就把 Word跟Excel 放在一起 你就可以 用 一样的这个 程式写法 然后他就可以把它打开来 所以现在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打开 各位可以看到 我就是在背后已经打开了 你会发现 1234 如果我要把里面的资料 读过来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是文件 Document 里面就是Table OK Table里面的资料 就Sale 记得没有加S 所以写法的话就是什么 Word里面的Document 里面的第几个 因为打开就一个 所以 记得是Document 刮虎1 第一个 里面的Table 因为这个Table就表格 也会只有一个 所以 一定要刮虎1 那刮虎1里面的那个 特别注意 DN Sale 记得没有加S 跟Excel不一样 是Sale 哪一个Sale 第一列的第一栏 意思就是说 我要读取 这个里面的资料 帮我读 读到哪里呢 读到我目前储存格里面 第一列 的第一栏 OK 所以意思是把1 读到 A1里面去的意思 所以这一行执行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Word里面的1就读过来了 不过你会发现 好像多了一个格式 后面加一点 不知道什么 这其实可以把它清掉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把2 所以第1列的第2栏 放在第1列的第2栏 也一样嘛 就把2放过来 2放过来 意思类推 3放过来 4放过来 然后呢 已经读完了嘛 所以呢再把Word关掉 这个Word关掉 Word怎么关掉 其实很简单 就是加一个这个物件名称 我们点Quit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结束掉了 好 你会发现呢 我的 这个Word 不见了 就结束了 OK 程式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基本上 这个前面 这个这个 这个是开 开Word的档 关 关Word的档 中间是读档 OK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变化 你可以 在中间这个地方 主要是中间这一块做变化 也就是说里面的资料 假如说很复杂 你可能不是说用 一行一行的叙述 可能要用回圈的方式 有没有 那如果说 假如说 他有篮有列 可能就要用我们今天讲的 4i4j 把它一个一个读进来 所以底下会有 别的方法 用4i4j的写法 一个个读进来 如果你的那个 储存格比较多的话 另外呢 如果你储存更多的话 甚至还可以用什么 复制贴上的 copy 然后再一次有 paste 也是一样可以 OK所以其实后续衍生的 写法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最基本的啦 因为刚好同学 蛮多同学有问到类似的问题就是 如何把那个Word里面的表格 放到Excel里面用 那我这边 干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范本 那如果你们要看到这个 范例的话 基本上就是可以从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21页 这边其实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程式 直接拿去call啦 拿去改都没关系 那只是说呢 主要是这个Word档你要自己产生 另外的话呢 你要自己在 这个Word档旁边要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那个 就是Excel档 我是把它放低点底下啦 其实你不一定要放低点 你放在旁边就可以 那一个叫Test.docx 一个是 这个名称不一定要叫Word 我是叫Word to Excel 的一个 XLSM的档案 那就可以直接把它 东西读进来了 就像 刚刚看到的结果 有需要的同学 可以自己在 试试看吧 因为这个其实 其实就一个 不算太困难 但是我发现 非常好用 如果你懂得这样的利用方式的话 以后不只是Word PowerPoint可不可以 可以呀 PowerPoint.application Access可不可以呀 可以呀 Outlook可不可以 可以呀 只要Word里面 只要是 Office里面成员 或者是 Windows里面的程式 其实都可以类似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呼叫 先把它开起来 然后再把资料 读到Excel 做后续的处理 都可以 利用类似的方法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吧 那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日期时间还是 这个部分大概先 在这边先 告个段落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 这个第四个单元 所以也许我们就是数学 这个函数相关的范例 那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先讲那个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 所以待会请各位 把那个黑名单筛选这个范例先打开